哇哈哈哈 天啊 我好想拿到屋業的 我好想拿到屋業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是藍不是藍的藍 大家有follow的IG可以知道說 我是一個排球少年迷 應該說 從好幾年前 只要就是我覺得有點經歷低潮的時候 排球少年就基本上是我會想要去 把它翻出來的一部動漫 去重新獲得力量 有一些片段 甚至會看到眼眶半渪的那一種 那最近剛好就是電影版上映嘛 那我也看完電影版了 不知道你去看電影版了嗎 我自己是個人蠻喜歡的 那如果說有相關的更細節分享的話 我會把它分享在我的IG Reels 裡面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喔 那今天的主題主要是因為我前陣子去東京 那時候剛好是排球少年的電影版在日本上映 所以我特別去找了一下排球少年的相關周邊 但沒想到好像比我想像中的少 可能是因為我去的時候已經算是比較宣傳後期了 那沒關係我還是買了一袋 我想說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一次排球少年的相關的戰利品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好緊張喔 我也是跟你們要一同是知道我自己到底買到的寫手 首先是這一袋 這是近期的巨人 然後我是在LOFT買的 我買了兩盒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後面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繼續來做開箱 第一個呢我們就先來開排球的 台灣要講什麼啊 隨機抽 第一個呢我們就先來開排球的驚喜包 這個呢我都買了三組 這個應該是在新宿的安利美特吧 印象中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是卡包 然後這個是吊牌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看看我抽到誰吧 有點緊張耶 我們先來開吊牌好了 總共有12種 噔噔 阿卡西 小谷的刺蝟 這個角色應該很多人喜歡吧 超喜歡它跟木兔的互動的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 好 第二包 確定耶 我剛剛不會其實拿的這一點都是 刺蝟吧 怎麼又是一個刺蝟 雖然我蠻喜歡它 但是不需要給我重複的啦 好第三個 不要再給我一隻刺蝟了吧 這樣我真的要拿來送給你們了 不會是那一包其實都是刺蝟吧 可是我記得我有分開 拿 竟然又是刺蝟 不會吧 在下方留言 就是我抽一個刺蝟給大家 好接下來是卡包的部分 OMG 真的不會是其實都是同一盒都是同一個吧 接下來進行卡包 它上面有寫說 我總共有55種 第一個來開我的卡包 裡面好像有 這是口香糖嗎 5 這張好好看喔 天啊 大家 這張超好看的耶 真的好喜歡喔 這張是對稻合期 但是沒有到全員 反正就是大部分的重要角色都在上面 另外一張是 小黑 酷喔 我真的很喜歡小黑耶 看完垃圾場 又更喜歡它了 真的是大家要看電影版就會知道說為什麼 刺蝟這麼執著於要完成教練的夢想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很讓人感動 當然有爆雷嗎 反正就是小黑 好的 這是烤箱糖 接下來第二包 我好像看到囉 喔 我看到後面那一張了 後面那一張 前面這張 我為什麼跟刺蝟這麼有緣啊 雖然是美人 但是太多了啦 但是沒有重複很棒 第二包是刺蝟跟大地的組合 是我們的隊長 號稱就是可以是超級好老公的隊長 好我要來拍最後一包了 OMG 我真的是有點後悔沒有買多包一點 最後一包 鏡頭的前面的觀眾 來幫我看到底是 誰呢 啊 不會是一樣的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兩隻 所以這Akashi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剛剛是Q版 然後這個是正常版 喔還是真的好好看喔 雖然說我真的有點太有緣了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很好看 美人啊 美人舉球員啊 這個是星海光來 就是跳高最高點 比日向還高的 另外一個小巨人 星海光來 接下來來分享我的 再另外一天 就是Akihabara 那個秋葉原相關的周邊 我們一起來開吧 有進擊的巨人 要排球 其實我比想像中買的還多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秋葉原的 I'm Lee May特買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排球少年的筆 然後這個是想揚的 因為我每個角色其實都蠻喜歡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嗯 其實帶給我力量很多的 就是 日向 所以呢 我就想說 那我就買了日向 我真的很容易喜歡主角耶 他就上年我喜歡日向嘛 家庭教授的話 我喜歡阿剛 進捷巨人的話 我喜歡的是 Alan 第二個就是 Alba Jose的 毛巾 這條毛巾 如果我批去健身房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 大家傻眼 你不覺得 感覺就很好看嗎 我來開給大家看 還可以耶 印刷的感覺也不會到就是很廉價 天阿 我的眼圈跟我的急穿 我真的也很喜歡他們耶 看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人 應該都還蠻喜歡他們的吧 而且他們就是後面也會無限的出現 很好看耶 我要喜歡喔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排球的色卡 他有很多箱 他有分一二三次的樣子 然後我有時候找到二三次 我就二三次各抽了一張 因為我覺得其實 買排球的周邊也有點不便宜啦 所以那時候就是想說好 然後就各抽一張 看看會抽到誰 這等一下來開箱 這也是排球的 然後這也是兩包 接下來就是 晉級的巨人的東西 等一下也是留到後面再來 一起看晉級的巨人 有興趣的人要記得看到後面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我們的排球少年 色質的部分我們先來開 我們就依照順序好了 他上面有寫就是BOX2 然後BOX3 BOX4 每一盒裡面其實都是十種 所以就看看我十選一抽到什麼 各盒裡面我就拿了一張 先來拆BOX2的 我已經看到顏色了 這看起來就是R89C的 登登 是我喜歡的 急穿跟眼犬的CP 欸CP 對我自己個人喜好 好好看喔 天啊 這個放旁邊 好第二個 感覺不能這麼粗暴猜欸 有些人看了是不是覺得很痛苦 那我拿個剪刀來剪好了 好 1 2 3 啊 到何其的 欸他們大小好像不太一樣 欸一樣的只是一個是橫的 一個是直的 所以這樣放起來不太一樣 欸這強迫真的人不能接受欸 接下來第三包BOX4的 試意圖是長這樣 來囉來囉 欸我有換錯面嗎 喔換錯面了 但是我剛剛看到頭髮了 1 2 3 果然跟我剛剛看到頭髮一樣 我們的木兔啊 木兔學長 好想拿到屋頁的 我好想拿到屋頁的 我好想拿到屋頁的 看來沒什麼緣分 我跟小五好有緣喔 不是木兔 就是 阿卡西 色卡的話就是這三位 接下來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我記得是夾子吧 然後它上面有寫說這個呢 總共有8種 所以 把它選2 看看我會拿到誰 骷髏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骷髏我給過 超讚的 我的水手抽 我跟小黑還是有緣的 欸我跟炎魔日向 都基本上沒什麼緣分欸 為什麼啊 第二包 喔OK 是 學長好 我們超強舉球員 今天的排球呢 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後面呢 我會繼續開進階的巨人 如果說有興趣 或者我們的刺猬吊飾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排球最喜歡哪個角色 我會抽到來送給你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開 我們進階的巨人吧 好 接下來我要來開 應該是我去年看過最喜歡的動畫的 進階的巨人 我真的是慢很多 我最近如果有點排斥 進階的巨人 是因為我覺得巨人 讓我會看起來覺得生理不適 OK 我沒看第一集後 我整個就是 撩瑞去 停不下來 就是我一定要看到每一季的最後一集 我才能停下來說 好 那我今天不看了 我要等之後再看 然後就是追追追追 到今年2月的時候 終於看完了 真的oh my god 就是好喜歡進階的巨人喔 就但是我這一次 3月去東京的時候 我就發現 巨人好像已經過了宣傳期了 所以它的櫃屋什麼的都很難找 它相關的周邊 其實我覺得沒有到很好找 最後就是也是在 Akihabara跟LOFT 然後有看到這個 所以就想說 你剛好也可以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只要不要給我吉特就好了 拜託 都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喜歡進階的巨人 我真的是太晚追 我既然到完結片我才開始追 但是也好險 就完結片開始追 所以我就是可以不用一直在等動漫的結局 然後我看完真的是覺得 進階的巨人可能是我去年 甚至到現在的最愛 這個我真的很緊張欸 Oh my gosh 那我們先不要來開這個好了 我們先開這個 這個的話 一個的話是715日幣 然後總共有8種 啊好可愛 這是Mikasa吧 這應該是Mikasa吧 好可愛喔 Oh my gosh 好想到愛臉喔 可是這個做工超級精緻的欸 而且它的壓克力板其實是蠻厚的喔 它後面的那個感覺喔 感覺是比較容易被抹掉的 但是我覺得好可愛 Oh my gosh 好下一個 拜託給我愛臉 拜託 拜託 好像不是愛臉 3 2 1 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都是跟 我都是抽到女生角色啊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她是雅妮吧 這應該是雅妮吧 我蠻喜歡雅妮的 好 第二次都是女生角色 那愛臉 愛臉在這兩合臉 應該有機會吧 但是還是很好看欸 感覺要去日本再多買幾個 到底要花多少錢在這些周邊上 接下來 來了 好緊張喔 來開我們晉級的巨人 小公仔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10週年的 然後總共有6種吧 Mikasa 愛臉 阿爾敏 還有另外一邊的 心愛的李維隊長艾爾文 變成巨人的艾爾文 好 第一隻 這個很貴欸 這個如果抽失敗我會生氣欸 但是 這6隻角色我沒有不喜歡的 所以我應該比較 不會 受金 下巴 喔 好 算是6隻裡面 我有比較還好的角色 艾爾文 但是她做工 蠻精細的欸 蠻可愛的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我有點捨不得 拆開那個塑膠袋 艾爾文 好 再來另外一隻 拜託給我艾爾文 我真的很想要艾爾文 我真的很想要艾爾文 好啦 給我這個 我也很開心欸 吃冰獎 我們的冰獎啊 好 鬆了一口氣 這個配對我覺得我很滿意 很容易滿足的女人 可是我真的是 欸為什麼沒有 我跟艾妮都沒有緣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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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去東京的動漫周邊開箱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那如果你想要繼續追蹤我後續的新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